又來到歐國杯巡禮 哪一組 其實是D組 D組是第二集 主持陣容 Gary 有大神在 沒窮人 有大神 沒窮人 不要這樣 我就是一個窮人 你偉大嘛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有一個窮人 什麼啊 就是因為我這樣 所以這裡起碼有一個窮人 你要唱一首 我不是偉人 就是屁股 當然啦 今集 先不要說那麼多 首先 訂閱兩條頻道 為甚麼 為甚麼這集是D組第二集 D組第一集去哪裡 你說 為甚麼找不到 還有Description 都列出來了 會不會在另一個台上 沒錯 訂閱兩個頻道 有Persic 內耀錄 加利利 奧利巴伯伯伯 沒錯 又不用煩 卡拉 卡拉 這樣出 就是要你什麼 都訂閱了 沒錯 兩台都看完 沒錯 好了 今集 兩支球隊 剛才我們之前第一集說的是荷蘭和波蘭 現在就說到其餘那兩支 其餘兩支 一支又叫做實力分子 即是實力派 一支就是實力加偶像派 另一支頂頭大熱 但你不要說笑 實力派那隊 我看他在外圍賽成績挺好的 剛才的戰績是厲害的 你真是猜不到 這隊上屆也有踢的 上屆也有踢入了16強 但16強就輸了給意大利 然後今天就進不了世界盃 又是那些歐洲二三線球隊 但是原來 很多事情 算了一個教練 整隊都不同了 這個教練有這樣的起死回生力力嗎 這個教練還要來之前 被人笑咎的 因為做了半年替工 那些人就說 你說是沒有了道的 而鎮中有一位大哥 還說 在此之後接受可問 我都不明白為何求會請他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了 他來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誰了 這是多少少許內容 是的 奧地利啊 對呀 能力一刻有這樣的能力嗎 他教萬聯都不覺得起死回生 即是告訴你 他真的有 你給他心機 給他所有的 權力也好 總之讓他發揮 搞不完 哎呀真是 奧地利啊 奧地利一向都是歐洲二線分子 蘭力赫 那時候經常被人笑咎的 迫搶之父 迫搶是用 迫 很大的一個迫 就是委拉的迫搶 向搶 迫搶之父 其實蘭力赫 這位 有教授之稱 其實 紅牛的紅牛 渣旗已經有十幾年了 例如 阿爾維拉比錫 為何冒起 其實是關於他的事 他冒起 即是將那套引入了進去 然後就是 你可以說 門下 算是門下受影響的 教練很多 包括高普 包括杜曹 包括拿高市民 是的 即是說這些 還有什麼書密的那些 全部都說 你問他們的訪問都說 全部受到能力的影響 好像以前阿根廷那些肥譜 哥迪奧娜那些 就說 我們受 比爾沙 比爾沙 這些得教逼搶現代系的 就受 蘭力赫影響 蘭力赫在 紅牛系的公司 做過總監 是幫助 令到 RB 萊比錫 薩爾斯堡 甚至去到 紐約紅牛 他都一樣傳 將他由頭到尾 做個改革 是的 那時候RB 萊比錫 的計劃他都成功了 十年內 由德國地區球隊 逐級上 升上德甲 去做勞 然後薩爾斯堡 成為了 奧地利的斑伯 現在就是 然後 到了萬聯之後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這個應該是球會的問題 多過人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但有些人覺得他很廢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其實那時候 蘭力克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教球 因為他做總監做了很多年 之後再教球 在萬聯的時間 成績就不好 然後 本來萬聯曾經留他做一個顧問 打算輔助 坦克 蘭力克也說 問國球會 可不可以 那邊教球 哪邊什麼 接了奧地利國家隊主帥的一職 一開始萬聯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但接著有些 有些加利仔之流 開始出來廢了 為何要賺兩份人工 賺兩份人工 又是 現在很空啊 那些球員就覺得 喂 這樣很不尊重球會 但我覺得 球會也OK 那你們吵什麼 那你吵了球會嘛 結果吵走了 最主要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說 坦克不肯和他們溝通 還有交接的時間 因為要那個 買人的權力 在哪裏 那時應該是 坦克就說 要有很大的買人力 當初 其實一開始 我是做顧問 我是做總監 後來才轉為顧問 被問了 一顧問都 買個癮都要 給你坦克基吉 你自己一億去買安東尼 你自己搞定了 你自己去荷甲找人 直接 沒有眼屎乾淨 什麼都不做 我教奧地利算了 真的 專心教這個國家隊 很厲害 其實 蘭力克執教之前 奧地利教練就是科達 之前我任的科達 風格跟蘭力很不同 科達的風格 科達的風格就是 我們看上架歐國盃的教練 很保守 純粹防範 總之要穩住防守 三中堅 有球就儘量兩邊去 丟進去前面的高大哥 就去衝頂 不行的就後上那些 去撿雞呀 或者靠前面沽著那個球 因為護的球好 再分邊再斬又是被高大哥去頂 你那些什麼高大哥 卡拉迪石呀 基哥利殊呀 那些是簡單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直接足球 而其實呢 有很多奧地利球員對這一種石法 是很有保留的 耶耶 隊長的艾拿巴曾經公開表示過 球隊其實對於這一種 那麼保守 那麼消極的踢法 已經很厭惡了 耶耶 4-4-2是錯的 哎呀 耶耶 替艾拿巴踢開了大會 他當然想著 我現在拿個球來用 那時候 之前有踢霸人 不要忘了 有些紅牛系的那些 哦是呀 哈哈哈 我拗比萊比錫也不是這樣踢的 要他前面迫彩 現在就算德格有多少隊 要踢這樣的踢法呢 那倒是呀 那倒是呀 那你德格二隊來的嘛 是呀 好啦 事實上其實在科達 執教的時候 奧地利過去 在兩屆世界上都入不了位 是呀 其實奧地利也很久都入不了決賽 從98年之後都入了世界杯決賽 真的說要數到98年 是呀 98年的時候 保斯達 Herso Herso 奧地利之保Herso 保斯達的老將 然後呢 歐國杯也是上季 在16強止步 基本上你看到那群球員 就算我們上屆踢過 歐國杯我們有看 看見那群球員的真正能力是無法發揮出來的 喀喇叭又是 基本上是甚麼位置 沒有人的 就被他扔 那麼嘗試就左右 有時候試過 尤逸哥傷了 頂住先啦 最多叫大位 淘汰賽打充劍 對呀 分了賽 不行 這個左閘 對呀 真是喀喇叭周圍被人 我們覺得喀喇叭真正正的通天老觀 但是問題是你是發揮不到他的能力的嘛 是啊 然後呢 蘭力克 來到之後就把他那一套 迫搶戰術放進去 其實你說蘭力克是不是所謂的迫搶之父呢 在他之前當然不是的 其實就再看回一些 的資料 其實過往 沒有記錯 在這個70年代的時間 其實在荷蘭 那時候 但是荷蘭七八年世界盃的時候 奧地力席 奧地力席的教練下譜 已經的全能足球包含著這一點 嗯 沒錯沒錯 那時候如果你說 七四七八兩屆的全能足球 就直球是超高防線 不斷喪越位 也是前場隱瞞人 嚴格來說米高斯那一套都是一樣的 沒錯 只不過下譜是再講求體力化 放下去 所以你說蘭力克是不是呢 蘭力克 都很受這一套踢法的影響 而他做出現在這一套 而至於 最記得那時候90年代曾經 不是經常之前有人找一些片 蘭力克上德國的一個電視節目 那天在說什麼 四後衛的擺法呢 那個迫搶上去的那些 被人笑咎的 那時候說怎麼敢踢啊 但是結果 德國在90年代尾的時間 什麼成績啊 德國在90年代尾的時間 下降了 結果蘭力克就真的在 先興年代的時間 開始上來 就已經 以為你這套 得啊 連德國開始都逐漸 都奉用到這個 早了整十幾年 是啊 所以你說蘭力克 然後就像剛才所說 影響了 之後 很多德國的 名稅 可以說就是 沒錯 是啊 那麼迫搶的戰術 就 因為以前 你說90年代尾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 贈息不是太多變化 都是442 352 就是352 很大的變化 還有當時 還沒有說到有些位置要這麼多功能 是啊 大家都覺得 尤其是那些閘 90年代的閘 上不了你不要上啊 留在那裏 保持背後 不要扭空位 總之你右閘就右閘 是啊 你最多是上到30線斬球而已 沒錯啊 還有現在那些比喻 但是那些閘又要做功又要cut 中間猜球 進入禁區 是不是 還有那些前面的球員 還有你想一下 以前的朗拿道那些 一定不會跟你回防迫搶 是啊 我們進攻的就是進攻的 但是 等於說 為什麼巴治奧之後 落選了 94世紀盃之後 沙基 當然沙基 穩藉口 說巴治奧不迫搶 是啊 不做防守 是啊 但是你想一下 以前 你要把這個 哇 前鋒球 除了要防守之外 還要不適氣力 跟其他人一起跑 你想一下那時候沙基說完這句話 現在很多人都說是瘋狂的 是啊 但是如果這個年代大家會覺得 那你巴治奧很不應該 是啊 就會 跟巴洛迪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那時候這個 理念也很挖時代 是挖時代 然後他教了賀芬咸 但是賀芬咸 由香酸球隊 升到上德甲 德甲曾經一度是上半季冠軍 有沒有幾次好像知道 有啊 升班那個季是呀 那時候就響了 然後逐漸就走上去總監那條路 然後就教萬聯就不行了 那半季做頂間 然後就教奧地利了 好了 將這一套放到奧地利 可以說令到很多奧地利球員 甚至乎球迷 都有一種雀躍的感覺 終於有改變了 終於有改變了 最重要是有成績的好東西 雖然 蘭力克帶領 我們2022年上任後 在歐國聯最終是排隊國班 但是歐國聯沒有所謂 高級版朋友 你可以說他上任的時間非常剛剛好 我們之前那一集就說 上任波蘭的隔壁山道士 他上任的時間 你可以說不漂亮 因為一來就已經打新軍 就是這個歐國杯暗圍賽 蘭力克有一個歐國聯讓他去試陣 哦 讓球員去嘗試 熟悉一下他的陣式 歐國聯的分組賽 四隊有六場球 有六場球給你試陣 因為歐國聯是 2022年的 年底 年底 但是 法蘭力克是世界盃之後 是23年的三月踢 是的 23年頭就先上了 所以你說了就是 多時間 那三四場球 沒錯 就是 所以呢 蘭力克就透過這個歐國聯 就算說什麼無所謂 起碼試到陣 而試到他要用的人 有些位置上他知道 咦 拿死肉 這個就對了 譬如龍門用這個 前面 用卡拉迪石腦 還是基哥利殊 還是阿拉奧 不選好了 中場用哪個做重心 搞定了 再加上那一套 就是 我要這樣踢 你們這群球員知道嗎 不知道 六場球時間 讓你去熟悉 哦 即是已經定了那個戰術 跟法蘭道山路是不相反的 他沒有一來就立即打身軍了 但他夠膽死五場都不同戰術 六場都不同戰術 六場都不同戰術 但蘭力克就不是 他有一個 很基本的 還有蘭力克就說 我就是要這套戰術 四三三就是四三三 最多變四二三一而已 對啦 總之 你跟我練熟他 對啦 即是死記難記什麼都好 你跟我練熟他 那就差很遠啦 每次球員 報道都知道要做什麼 蘭力克最簡單 塞了球之後 八秒之後 要搶回球 OK 搶完球之後 十秒之後 一定要做適度的攻勢 嘩哈哈哈 體力要求很高啊 那 迫錯是這樣的啦 我問 他還沒算瘋 比爾薩更瘋 塞了球之後 三秒內要搶回球 八秒內要做適度的 公性 哈哈哈哈哈 一場when 你脫下 脫下脫下脫下 你趕快趕快 你說了比爾薩 那時候剛升上來 歷斯 第四次 新招時訪問 KP KP說第一日 比爾薩來到 跟我們做熱身 以為都是跑一圈 那樣 來回跑 是很正常的 來回跑10分鐘 哈哈 不斷叫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跑完之後 基本上全隊都躺在身上握著皮900泡 所以這些辟倡戰術在90年代怎麼拿出來 你叫Lonna和Roi跑那樣 昨晚喝到屁屁屁 好厲害 改革了 另一件事 蘭力克得到奧地利球迷的歡心 可能你覺得不太重要 細節位 他懂得做 也是這件事 就是奧地利人比起關心你的成績 其實更加關心他們 地區裏面的球員 即是本土 過往 經常說得甲二隊 基本上23人名單 基本上有23個刀是得甲 或者是外國可以吃的 蘭力克怎樣都會選擇本土聯賽 甚至放在正選11人裏面 這件事 令到奧地利球迷覺得 你真是尊重我們的國家文化 即是好像日本隊似的 有些是海外組 有些是本地組 至少球迷會覺得 你肯給機會 他把握不了是他的事 但你肯給他機會 也有幫助 幫國內的球員可以出國 亦都提升了 起碼國內媒體關注的程度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提升了球員的知名度 等於為甚麼 香港對那些都是一樣的 你多了媒體關注 就知名度也提高了 心思很細密 你想想 在歐國杯八場都打滿90分鐘 其中兩個球員 一個叫防中的施和特 貴宗轉為阿爾比羅比世 但他上任時仍然是薩爾斯堡 還有路門現在仍然是薩爾斯堡 亞歷山達舒拿加 這兩個球員 八場全都打滿90分鐘 每一分鐘都打滿 是蘭力加親自提拔的 那國內的球員也有機會 起碼 為你賣命先 賭命 不會像以前 看得多好都沒用啦 我一天沒出國 也不會有機會啦 反而這個有辦法可以幫他們出國 蘭力克真的是那種 長遠 還有他為何說是一個做總監的材料呢 他看的東西不是只看你眼前 而是看之後的未來 所以其實我 在某程度上 雖然他在曼聯的那一半年 是一般的 成績是不算好的 但其實我對他沒有 甚至我挺欣賞他的 當初他說來曼聯 哇 正這個 正 但最終沒辦法啦 很多方面沒有配合 但有遠見啦 其實有遠見啦 之後說回蘭力克說 你曼聯的時候 他一月的時候提出一個名單出來 起碼有六個要收購 活華特當他臭死而已 是啊 說不用啦 Sorry 這樣就是 沒有啦 不是啦 還有跟著就是 好了 到最後了 在他做顧問臨酒前 我做我的工作 還要做個建議給你了 要起碼什麼 要簽入至少十個球員 才可以什麼 但曼聯又採了這些傻 當然自作自授啦 就是 真是錯過了那些人才 是啊 但是 說真的 他不是夠說的 一年之後 你現在看回 他現在帶奧地利是有成績 然後你就自然就會覺得 你就算是負磨極 你覺得負磨得這樣 奧地利不會有這樣的外圍賽成績 你問我的話 你還要什麼呢 大家經常說 坦克逼走 斯朗那些 其實蘭力克 走了之後 他在訪問都說過 有人爆出來說 蘭力克在 1月的時候 即是他在任1月的時候 已經曾經要求高層 賣走斯朗 不適合我踢法 他在球會 沒有未來的 這個就幾個 教練領隊都說過了 蘇斯克柴也說過 蘇斯克柴也不敢說了 他就算是 隔了很久才說 說他不迫搶那樣東西 沒有辦法 即是你的踢法證明了你要踢法先 你要找合適的球員 而不是說 你這群球員放在一個不適合的踢法 所以 奧地利真的是 在他撿掌之下 可以說是換言一身的感覺 外圍賽 同組的對手 即是外圍賽是一個F組 同組對手的比利時 瑞典 愛山尼亞和阿塞拜疆 他們 說 八場就六勝一和一負 19分 排第二 僅僅一分之差落後 比利時 就排第二 但都拿到直接出線的席位 輸過一場 輸過一場就是主場2比3輸給比利時 僅僅輸 2比3也挺均烈的 你不要說 奧地利可以在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比利時 主場 輸到0比3 接著連隊兩球 差一點點迫懷和 哎呀 真是很韌力 嘩 這隊奧地利 真的有點符合 作黑和也給你視 瑞典 說真的 歐國杯也常客 雖然瑞典近年都已經可以了 對呀 但是你如果稱瑞典和奧地利的球員在哪裏賺食 哪裏踢球 其實 真是沒有理由 奧地利高於瑞典那麼多 差了9分 瑞典只有10分 對呀 兩勝瑞典 對呀 接著那時候瑞典說 有一輪 有一輪就不踢了 因為之前發生了恐怖疾 對比利時的場 對呀 為什麼不踢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連大陸夫出來說 其實我們踢完都不能出線 其實奧地利提早了很多出線 對呀 奧地有19分 瑞典只有10分 差9分 真的想不到奧地利差9分 差9分 還有是 入17球失7球 平均每場起碼超過2球 防守力也很硬 失不夠1球 如果你說這種不是比利時的一分鐘 可能他綁手也知道 你整個外圍賽 入球最多是薩碧莎 4球 他入球分佈 很平均的 薩碧莎4球已經是整個外圍賽 這組外圍賽是瘋的 因為有個渣古贏得14球 這個就算了 可以測數據 對阿塞拜疆 對岸山靈教 渣古不是靠你 靠什麼啊 最多是爆年多夫 十碧莎4球 三球有兩個 包格納和Kate 哥利薯 兩球都有兩個 阿納奧奧奧迪和拉馬 不同位置的 一球都有 兩個一個堅持一個連克特 前中俠三線都有 OK啊 很整體啊 所以奧地利就說 難力黑箱那套的 迫搶 機動 全部都放進去 完全可以說現在可以說 完美移植到奧地利國家隊那裏 這支奧地利有些感覺 黑馬分子的感覺 本來呢 如果你說還是那個科達教呢 奧地利就算了 跟波蘭叫做 分中女鬥女 一人和了場 然後就輸給荷蘭法國 所以我們就 上一集就說你荷蘭對奧地利 隨時封閉東西的 嘩我聽完你這樣說都很紛紛的 隨時封閉東西的 我們先看看陣容 OK 奧地利難力黑433 這個不用說了 Attacking 433 魯門 就用這個 薩爾斯堡的 阿歷山大蘇娜加 上屆都用他 上屆不是 上屆用了巴克文 阿歷山大蘇娜加 現在就不是了 巴克文就沒有了 就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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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娜加 蘇娜加現在在踢世事堡 28歲 代表過一堆15次 是他的 愛維賽 上贏了每一分鐘 就是 蘭力克提拔他 心得重用 竟然擊敗了一個外流球員 果然真的是用了一些本土球員 後防又有至左 四個 才是寶樹 在看薄諾尼亞 有閘 這就合作了 這就合作了 左邊 本來是列斯 轉了去《無信家拍》的和巴 可以中堅 可以左閘 用球是不錯的 因為始終都是踢寡直士的 踢寡直士踢過西維爾 踢過列斯聯 然後中堅 中堅就用這個 曾經踢過 黃馬B隊的 蓮克特 這個27歲了 原來不驚不覺 法賴寶 這個 可以打右閘也可以打中堅 防中也好像可以 佛賴寶近這兩季的表現都不差 歐洲賽 歐巴 連下都可以 他的拍檔 正常應該對準是艾拿巴 但是艾拿巴在12月的時間 就傷了 就收禮了 說不說得切歐的杯子出席 還不知道 如果說得切應該是他的 艾拿巴在奧地利真的十分重要 重要性很高 無論在後場 經常叫他做球賽也好 憑他露數包抄也好 甚至乎他的長串 射罰球 全部基本上所有的艾拿巴 還有什麼 什麼無人都可以打他踢 似乎奧地利中堅差一點人 如果你放他在中堅的話 但是蘭迪加是擺在中堅的 不過皇馬他也是打中堅的 是啊 那時候我還記得 上季的時候 老迪加剛剛來的時候 肥安很堅持艾拿巴 不是要打中堅的 老迪加也要打左閘 正常 如果放回艾拿巴左閘 在中堅持艾拿巴左閘 但他不是的 他是蘭迪加拉左閘 因為他負責做個包 打球 還有用球 拆上來 什麼都很好 如果艾拿巴不出 應該 就是這個 踢朗斯的單數 前收 真的 前收 你覺得這個前收 收的時候不行 但朗斯今年 上年行 因為今年有歐聯踢 我就跟阿仙奴同組 所以單數 都大大舊 但是用球 都可以的中堅 頂一頂啊 中場三個 6號位 防中的 斯維特 現在已經轉了阿爾維拉給石 斯維特就掃蕩了 Crew的球也挺穩的 最重要是高效率 難力加要什麼高效率 技術不要緊要要高效率 是的 OK 接著就是 偏右 也是他阿爾維拉給石的隊友 沙華舒拿加 是的 這個也是 活動範圍的 奧地利簡敵 哈哈哈 周圍走的 接著 進攻少少 19號的 鮑格納 鮑格納 又是阿爾維拉給石 也是德甲 鮑格納 大家可能聽過什麼 咦 上屆有份的 有入球的 對烏克蘭那一場 還有 剛剛的國際賽期 就是6秒入球 啊 快過呀 維斯呀 對呀 打破了 國際賽史上最快入球紀錄 哇這個奧地利經常偷雞 這樣修修修 原來做了那麼多東西 就是這個鮑格納 24歲仔 原來 36場入13球 他後上進攻能力挺強的 前面三個 右邊 猜不到 拉馬 就是 打右翼 原來我們圍副多數打右翼 那就是要逼場 是呀 在右翼 是啊 在拜仁甚至乎之前在阿爾維拉比錫 是防中來的嘛 是啊 還有閘或者右翼 考狗那些 右翼 現在回到國家隊 難題推他上來 估字那樣啊 看來是 右翼又可以啊 右翼啊 又不是啊 哈哈哈 哎呀這個拉馬 打右翼 踢拜仁 剛剛那個歐聯八強超會合 碰到你奧迪加特一動都沒有 難怪得知道 什麼六秒拿回那波啦 因為有的跑狗在那裏 有這些 全部都是玩活動範圍呀 效率呀 速度呀 行節呀 體力呀 是啊 左邊 不用說了 薩碧沙 他要去打左翼啊 這個是 他也是中場底來的 不過 薩碧沙又是什麼 中前場 不是中場 也是通天老官來的 中堅他打過 那時候是RB這隻 頂尖 嘩 三中堅的其中一個 嘩不得了啊 是啊 防中又可以 進攻中場又可以 右翼又可以 左翼又可以 甚至乎假狗又可以 嘩我看這個 這個中場的佈置 就是防守的隊前些 用到球的擺後些 幫手放下球 組織在後場 迫搶 攔截在前防守在前場 很新穎啊 是啊 所以薩碧沙和金貴在多蒙特有FIT 是啊 多蒙特有四強 其實薩碧沙很多人就說 什麼坦克酒保啦 沒得說 因為薩碧沙其實 訪問都說過 如果不是他 上個季尾傷的話 他應該去了曼聯 而且老實說 他真的太容易傷了 他這個身體質素如果長期 是英超 不著數 那倒是 他的身體質素是不著數的 薩碧沙不走你也沒有蜜湯走出來 其實很多人總之是 坦克酒視錯嘛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薩碧沙 攻守兼備 打左翼 好了 正戰頭 我們看到他那麼多中方用誰 基哥利暑 佛賴寶 FIT嘛 佛賴寶 是啊 這個當初 現在是佛賴寶 當初是這個 奧格斯寶的時候 又是玩能力全中 陷入很多球的中間 有一作就有了 哇 實際型球隊 還有一些 概念扭轉 所以難力 你再想一下 是可能後備的陣容 比較薄弱一點 不過奧地利是這樣的 有沒有阿納道域 阿納道域 對上一次已經是 11月 入選 剛剛那次沒有入選 但我覺得可能會有的 卡拉迪石那些也是 剛剛那次沒有入選 正常那次不是 喂大哥 剛剛那次的名單 有一個很久沒出現的名字 韋文 咦咦 前韋拉 安祖斯韋文 現在是西暴郎 咦 這個 這麼精彩中選 那次打韋拉 已經出名廢了 右翼不像右翼 前方不像前方 投球也會掉的呀 我想應該可能 剛才說那些傷了 選不到 你看看 沒有人呀 本土也沒有人呀 是呀 英冠涉下啦 這個韋文不能用的呀 應該沒有的 根本就是 德甲理念呀 以及實際的 機動足球 對呀 正呀 我都很期待 你說完之後 蘭力克那套球真的 那套 10秒反場 8秒反場 10秒做攻勢 這套真是 實際型 高效率 機動化 對呀 對呀 你說第一場對著這個法國 我也很期待 看看他能不能搶得到法國的中途線 這場應該好像 蔡奇就好像難搞一點 因為他第一場最強的法國 我覺得這樣會有機會爆爛的 法國 第一場 不是說 第一場是甚麼 但是法國對著這些死亂 都不是那麼過癮的呀 打不到突擊呀 你夾到我們 送不到球上前呀 你以前又有選敵跟你鬥勢 現在沒有選敵了嘛 這樣就是呀 我覺得 又未主要那麼絕望 雖然還是體高法國一點 但是 奧迪利未主要那麼絕望 這場有 有偷計機會 接著第二場對波蘭 我覺得可以咬到 咬硬 第三場對荷蘭 你荷蘭小心呀 這個關鍵戰役 你小心呀荷蘭 看到時候拿了多少分呀 聽完你這樣說我也有點害怕 你奧迪利這樣 分組賽出線應該 難度都不是那麼高 應該分組賽出線 16強看看他抽中 將會對甚麼球隊 如果是的話 我貼他 我甚至會貼他次名出線 嘩 對手就未必說 很強 我貼他次名出線 所以你再下去一分鐘 會是金居 如果金居真的要貼一對黑馬的話 我貼奧迪利 嘩 踢得挺高的 OK 奧迪利金居的黑馬 我聽完你這樣說 藍力黑 改革完這對波之後 給他足夠時間 給他了兩年時間 你真的看過往那些 外圍賽 對比利時是完全不輸蝕的 踢下去 真的是有聲有色的 我看你 你說他們 有很多 舊的球星都不用 阿納道維那些 因為那些是臭馬來的 都不用 德國也就有贏了德國 最近說原來他的國際賽 已經是一二三五連勝了 嘩 包括曼德納外圍賽 贏阿塞拜疆 贏愛山尼亞 很正常 有二賽贏德國 跟著再贏斯洛伐克 跟著主場 贏了土耳其 是大炒六比一 土耳其綁手出線 大炒六比一 嘩 真是 贏德國那一場已經轉了拿高市民 對呀 有些 有些近距的 奧地利 好了OK 奧地利 今屆黑馬之選 是 好了 講到奧地利之後 最後這一組 就要講一下 大熱門的 法蘭西 是法蘭西 法國 今屆的賽事絕對是冠軍的 頂球大熱 上屆16強出局 但其實他們16強出局 雖然是 雖然醜了一點 之前有提及過 比瑞士連追兩顆 尾斷 3比3 40秒 經常輸了 不過呢 在上屆的歐國盃 其實他們出線 是死亡之組 有德國 有葡萄牙 所以呢 能夠可以在這一組中 綁手出線 就 感覺上 法國其實就不是說 很大的走樣 至於 在外圍賽那方面 外圍賽就跟 我們上一集說荷蘭一樣 在B組 他們就綁手出線 基本上就完全是 沒有得打的了 其他球隊 法國也是 今屆的大熱門 當中呢 有些賽事 他們呢 亦都可以看看 就是他們 這個外圍賽 八場 入了27球 但是呢 有一半14球 在同一場球中得到的 就是對直波羅托 可以了 直波羅托 可以了 都 都什麼的 你一場球入14球 你除了多90分鐘 平均參考 麥總入了幾個球 三球 也有三個助攻 麥總算是這樣的 我應該入得多 也想被人入了 那些有三個助攻 另外4比0大炒 荷蘭 所以外圍賽方面 就毫無怨念 去綁手出線 你說法國隊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除了講歐國杯之外 講世界杯 世界杯的時候 也都決賽了 3比3 精彩 麥總三球 雖然你說兩個十二萬 但是 在過些時間 射了十二萬 你看到麥總的心理質素 多高 是啊 僅僅是輸了 所以就 只能夠取得了阿軍 但是也都證明了 法國在 近年的國際賽裡面 一直都是 最頂頭的大熱 冠軍的熱門 水平 那些球員的狀態 非常之好 也都很有經驗 但是 你說 這隊的法國隊 最強的地方 就 因為這些經驗累積了之後 就 令到他們好像 都不是太受 壓力影響 剛才也說過 例如馬伯比戴帽 他決賽 他決賽 很少 突然之間會失準 但是 說法國 就一定要說他的教練 迪金斯 是 迪金斯 我們 尤其是Patrick 對迪金斯 很有意見 但是他 就不斷一巴巴 勝利 一百世界一杯 成為老闆 他這一個 保守的戰術 其實也不是 只是我們 說真的 很多球迷都覺得 你拿著這招 有什麼可能 踢這些球 你不需要那麼保守 不用 但是 越鬧就越保守 越鬧就越少 挑選新人 近期還有基奧特 基奧特準備去美積賺食 你現在還在踢AC米蘭 也叫做E格第二 繼續踢國家隊 越來越 那些戰術 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不要場面 幸好 巴哥 只剔東西 如果不是再選 巴哥不剔東西 就被人罰成賽 迪金斯說 你康復了吧 進來吧 浦巴就沒有希望了 已經 四年了 但是其實 越鬧越保守之外 你又有個幸運 就是法國陣中 都有一些 技術很好 還有一些很足球智慧的球員 有一個半個都夠了 就是一個基沙文 就令到整個法國 就算你怎樣保守也好 你反而就突顯到 基沙文的個人質素出來 因為他多波容 以及控制著節奏 哇 基沙文現在是踢到中場踢歌 踢到六號位 我們世界盃的時候 看他都已經 踢攻兵 防守也很有貢獻 很多攔截 很狠呀 下腳 當然啦 他也踢馬體會 那學到東西 才學到東西 很平衡 平時跟迪寶羅練球 哈哈哈 原來可以踢完再罵魂 哦 明白了 罵完沒有人聽 躺下 顏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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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沙文 每人都有陣中注力 所以就是因為 這些元素仍然在 巴比的頂級高速 全隊球員都很有經驗 很熟悉他的踢法 還有基沙文 可以十分順賴的 中場的 長短棍 足球智慧 也好 令到 迪金斯基本上越罵越保守 越罵越不改善 他會說 你吹嗎 他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就發覺仍然還有一隊 穩守突擊 但是你又吹他不在下頭 但是 迪金斯又說了一件事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 創造了潮流 我們那時候 一百世代本會笑他四中堅 是啊 你有沒有發覺 阿仙奴也在打四中堅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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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仙奴也在打四中堅 那個叫做都算是 其實都是半途出街的閘 新珍高都 都沒有了正算 沒有了 基維愛 或者阿富汗 是阿富汗 是中堅的 然後你再想想一下萬成 萬成有時候右邊不是開獲加 阿簡治 阿簡治 或是市中司 左邊 阿基 阿基 中間 市中司 羅賓大師 羅賓大師 你想想一下 咦 為什麼這個球壇的潮流 好像 迪金斯保守得來 又不刻意創造了 喂不是啦 坦克 麥加亞右閘啦 連達路夫是左閘啦 試過 試過啦 看過沒有人用的時候 不是啦 接著他中堅就是 金華拉帕住 一七五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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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彎他就這樣 嘩 嘩 最高我兩個放在旁邊 向迪金斯致敬 哈哈哈哈 因為呢 現在剛好球壇又改變了 那個球壇改變呢 大家都喜歡 那些 手仗 要在中路上猜到 那個球出來 還有呢 那些 進攻的兩邊的球員 多了要在旁邊 等單對單的機會 反而呢 現在的潮流 又好像 迪金斯那個時候 一直在用的 這個四中堅塵 現在是很適合用的 因為你 說真的你法國隊 你不能不放馬巴比在左邊 他一定是打在左邊 他又想打在左邊 你不能把他放在中間 然後另外右邊是迪金斯 即是變了現在 右邊是基三文 基三文可能打中場 右邊是 丹比利 丹比利啊 我錯了 丹比利 丹比利 滴不到球就丹比利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你這樣看的話 咦 每個人都收入中間叉球 然後留下兩個最頂級的 最過得人的逆風在兩邊 那就是現在 阿仙奴萬成在踢他們的球員 是啊 真的啊 你又不覺不覺他好像 創造了潮流 他擺死中堅 其實他的原意不是這樣的 但是 血液術雖然是怕死而已 加強放心 收夫機說 沒有理由 怕死沒有人救我怕死 我先想想 你先想想 試試試試試試試 左邊有個 中堅 高維 哎呀 高維 現在都要用中間 一點都堆入中間 右邊 我幫你摸壞了 都是習來的 是 是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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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又是 然後中堅的是 荷克 看看 Dang 荷克 真的 收夫機說 可以 今次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了 我都玩四中堅了 轉頭開個FM放四中堅出來才試試 你下次萬成的就是這樣 今次我們就放到萬成 當然法國的四中堅是因為怕死 加強防守意識 還有現在阿仙奴用的四中堅都是貪責他們 另外一邊出球的時候 另外一個本身打中堅的閘會收入中堅包 都是防守上的一些緊密度和自發的防守意識 所以現在你這樣看來看去 他好像又不小心在防守端方面又配合現在的潮流 而在進攻方面又沒有人可以阻擋他們兩翼的襲擊 而他們的中鋒 無論是出什麼人都好 都是很願意配合整隊球的踢法 基本上現在法國的戰術和踢法都是無謂可擊的 你是難以擊敗他的 而他又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有本事入你 即使你說現在經射高文傷了 但他可能桂尾都能夠復出 還有很多人才 中場的人才背出已經有兩個人出來了 當打的又有拉比奧達 有經驗的又有基沙文太多了 防守方面又更加有很多球員選擇 法國現在是球彈少數可以派幾隊出來 是啊 現在通常有人說法國都是非洲二隊 這個人家的移民政策沒有辦法 但是迪金斯這個方法是減少這些 大家會覺得可能足球智慧不是那麼高的球員 去犯一些用球上的錯誤的機會 因為你始終到最後你有個基沙文 攻守都能夠串連到 所以這個是 法國最難以擊敗任何全方位都是最頂級的 我相信迪金斯繼續留任是因為他的江湖地位 可以鎮住那些人 就是無論你是說真的 因為之前我記得你《世界杯》的時候曾經說過 因為之前法國發生過太多的賓斯馬和華布納那些 錄影帶事件 還有其他之前10年《世界杯》的迫宮事件 沒錯 所有的那些全部都是很荒謬 令到法國中心覺得很尷尬的事情 所以就先找一個敵金 因為有江湖地位 冠軍隊長 他有鐵碗 很像 所以就找他來繼續鎮住 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些人 怎樣怎樣也好 你知道那些年輕人 法國那些年輕人一冒起 又是脫性猴子 所以就要找一個鎮住 沒錯 若然不是每個人都像普球王那樣的話 就大領諾 普球王啊 他自己自甘墮落 說真的 不自愛啦 沒辦法 他應該都出不回來踢球了 都四年嘛 講超歡迎你 可以考慮一下 We are Kitsi 這邊有老懶 考慮一下這邊吧 法國其實都不需要介紹這麼多了 不如馬上看陣容吧 陣容吧 OK 好 法國的陣容 現在的敵金斯暫時給他433陣式去吧 分分鐘這個433陣式變成451的 到時自己調節一下 前面不太多人而已 守門員 自從羅列斯退了之後就只有一個人選 賣自難 一定是 沒錯 賣自難 一定是 沒錯 法國的新一代門將裡面 他比較新手比較好一點 還有看看球會級數一點 再不然就要數到韋詩咸的阿里奧娜 阿里奧娜已經是去到今季才可以坐到正選位 都三字頭了 韋詩咸都這麼艱難 三號門將是誰啊 三號門將 三號門將是誰啊 朗斯的 深邦 前森林 前森林 就是幫深邦升班的 不過接著他想回去發甲 剩下一年約 沒辦法被拘敗 嘩 也有個好歸宿 是 有個打歐聯 大朗斯踢歐聯 所以門將方面也有幾個選擇 至於後防方面 左邊是非奧開拿敵斯的 一定是 沒錯 一定是他的 但我經常覺得非奧 雖然他助攻力強 但他始終真是前面 沒有一個理我前面 總是他踢不回 A斯文 嘩 左腦與取與軌 是啊 但是 非奧 始終他那個 敢大波 在這隊法國隊 他要打反應 少了人跟他配合 就是差一點 是啊 都很重要 都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反而右閘 他大佬什麼 沒有啦 他大佬都未必正選 一箱就大箱 一箱就大箱 又回去巴黎踢 夠夠的 有拜人去踢巴黎 這些人是自己降格的 可能想回家 右閘有競爭選擇 我這個正選陣容 就是排巴塞的官邸 不是巴黎踢 不是巴黎踢 不是 你曾經出過片介紹過 這個卡奧斯 卡奧斯 還是他 大氣晚城 外圍賽都出不少 大氣晚城的右閘 馬賽現在正在 進攻的 這個就 如果要進攻的時候 卡奧斯 猜不到 迪金斯有陣時 這個位置都會 不用名牌 是啊 擺個進攻 可能他聽完你說的難歷克之後 可能他之前已經想過了 那你抄就抄足一點 糟糕 抄不抄 先抄國內 但正常的大戰 應該都是官邸 利金斯本身是一個 怕死的人 沒錯 中堅而任右閘 至於兩名中堅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 應該要這樣擺 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沙烈 沙烈巴達干拿迪 華拉尼退了 一定沒有 就算你跟狀態 也不會有 也不會有 不是 我覺得華拉尼有 因為是迪金斯 記住 迪金斯的用人和收副機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沙烈巴達干拿迪 是我個人覺得他英文派 他出得最多的那個 是他烏帕美簡奴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沙烈巴達干拿迪 無論是百人 掉多少球 漏多少球 都仍然深得 力金斯的寵愛 沒錯 最多你說 烏帕美簡奴 比這兩個好的 叫他速度 好一點點 我不覺得 乾拿迪慢 但乾拿迪的問題 是利物浩 季尾沒有正選 又是剛剛傷完 那些 他斷斷地傷了才會死 對啦 所以我擔心 如果不是他 就不會有個 昏莎上來 對啦 也就是 その角拿迪 間中有一個出客 狀態又又沒有普通通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沙烈巴達干拿迪 正路 很大機會 見不到沙烈巴 應該是烏帕美簡奴 哈哈哈 就會不理會 英超冠軍 好厲害嗎 對呀 我有合格 我有合格亞軍 一個人 把德級冠軍丟掉了 上季歐聯一個人 自己送百人出局 多厲害 你行不行 沙利巴 沙利巴說 抱歉 我不行 求求漏 烏白人看都糟糕 就是這樣 防中方面 祖阿文來了 應該是鬥後一點 用球幾號 肥慶安直接放進去打中堅 對 因為不夠人 現在王馬就想了兩個中堅 有時候祖阿文來也要頂一頂拿祖 至於兩名中場 拉比奧達佔了席位 雲腳仔 沒錯 另一個是基沙文 我覺得靠一下雲家 後備呢 對 後備 或者看場合 真的需要很防守很爛打的時候 可能靠一下雲家會出 基沙文來隊前一點 前面拍著進攻球員可以考慮 拉比奧達其實今季在祖阿文達斯 他的表現是比較突出的一個 攻守兼備 還有關鍵時間 但他的頭槌入球也不錯 他也改善了那種冷散的球風 對 祖阿文達斯是 因為祖阿文達斯本身不是冷散 祖阿文達斯是你不要動 不是進攻 你不要上 鬥後面 所以搞到拉比奧達 跑多兩步就覺得 嘩 殺入禁區入球 這個是壓力來的問題 壓力算了吧 快要收皮了 所以精選拉比奧達 我覺得他絕對有能力可以擔正正選 至於三名公共球員 右邊 我最後選擇奧士文單給你 好 滴球也滴不碰 但是打巴黎 我看到他在歐聯賽場有多威脅 對巴賽很有火 對呀 賭歌的時候 很有火 很有火慶祝 哈哈哈哈哈哈 單給你本身都叫能全線射 是毒食一點 黑洞一點 但是你都打一打擊 你前面都沒有人支援 就是要黑洞 你自己去吧 喊著邊緣也好 自己賺錢也好 所以他就 競爭俱省的驚視力高聞 始終有點傷 高聞 我覺得單給你應該正選一點 至於左邊其實 不用說了 這個麥花鼻 不是馬古斯杜林嗎 我覺得呢 麥花鼻應該正選 馬古斯杜林 正戰頭 沒錯 正戰頭 法國有幾個選擇 Jeroud Jeroud 馬古斯杜林 高魯梅安尼 但是高魯梅安尼 其實在巴黎 都不是正選 不是正選 經常都不是正選 還有就是他和另外的江洋 拉莫斯是輪流出的 兩個入球率都不好 不過 如果高魯梅安尼 最多就是麥總朋友隊 梅安尼永遠有什麼呢 最記得就是 細個杯決賽 最後那一刻 造就了 阿根廷大快活 哈哈 馬天尼斯 沒錯 這個出營 經常都在追 還是最後一次在公園 馬天尼斯救出單刀 令到後來 阿根廷十月白石贏了 沒錯 但是中鋒那方面 如果你真的要計狀態 計效率 計打戰術的適合程度 我覺得應該是馬古斯杜林 馬古斯杜林 在國際米蘭都有輔助 盧大陸馬天尼斯的經驗 也會輔助開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馬古斯杜林可以正選 但如果大家看到基奧特也不要驚訝 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那位是迪金斯 沒錯 你真是很明白 迪金斯永遠都是保守的代名詞 他拿著這班人 對 大家很保守 經常罵他 但他壞就壞就壞就 他經常都有成績 你是羅列斯 說退出國家隊 如果不是盧門芬 還是他 你去了什麼 去了美職嗎 不要緊 回來看 樂慘基 FC OK啦 記憶特將來都會過來L.A. 真的 不過這樣說 國家隊有時候 不要說迪金斯或者修夫基 那些事 有時候你經常帶過不同類型 或者哪個狀態好 就選舉進去 有時候可能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剛剛進來國家隊 不適應 或者是應付不了壓力 不知道要上場做什麼 所以其實在國家隊那裏 有些 譬如之前我們說 Teddy說丹麥 我們說英格蘭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就是 總是有些子弟兵 或者一些踢法是很少改變 或者是選來選去 就算球會沒有正選 都會選他進去 就是貪他 進來就已經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地位在哪裡 所以就 我也覺得 見到基督特都沒有驚訝 絕對不需要驚訝 沒錯 就是這樣 這裡是法國隊 法國 你覺得前景如何 法國 我覺得他是冠軍的大熱門 第一場 對奧地利 第一場對奧地利 其實我不怕 我不怕 因為我剛才聽完你講奧地利 好像挺厲害 但是 法國也不行 因為你不進入法國 法國小勝1比0 2比0 最討人憎的那些球 最討人憎的那些球 入完你之後 他在後面 來啊來啊 打我一份 最後 前面有兩米的高佬 直到熱門 然後換個壓樓 都比較好 好啊 多聊你兩聊 就叫你紅牌 哈哈 之後呢 譬如對荷蘭 對荷蘭 我也覺得外圍賽 吃硬 吃硬 球員質素真的太高 不過有一次 麥巴比 單球 雲迪克 雲迪克是贏的 麥巴比 直球是被雲迪克剷走了 這個 希望 雲迪克可以保持 但是問題 不是只有麥巴比一個 最慘就是麥法國 不是只有麥種 麥種被人剷走了 還有基沙文 撿回那個球 是啊 這個基沙文才難搞 因為他那些 地球 足球智慧 那些太好了 這些是最難防的 另外對著 波蘭更加刺眼 沒有啦 波蘭不夠踢 其實你頑固歐國盃的24隊 沒有哪一隊是 拍得住 就算我們上次說 英格蘭 都是最怕有法國的 英格蘭現在不怕意大利 最怕法國 很久沒贏過法國 精彩 對 而且說真的 你那些球會級數 法國真的不輸給你英格蘭 對 而且你英格蘭有很多球員 在那個球員 我們上集有沒有提過這個點 就是你在很多球員裡 根本就不是那個 取分之時 不是那個重心 不是那個重心球員 就是你可能 例如利物浦重心 後面是雲迪克 前面是沙拿 對 對 就是阿諾 你說阿卡進中間 給球員很漂亮 但是 有一個輔助形式 沒錯 對 你頂固以前說 重心有阿King 就是二次的時候 對 現在 你嚴格來說 英格蘭就是克利簡尼 真的 你想想 只是鬥龍門已經輸了 回到阿仙奴 重心 都不是薩卡 對 你在奧迪加特那裡 對 所以 法國再平均 因為全部十一個人 甚至連後備都很高的級數 球會都看得很好 狀態都很好 也很多人不選 你只要把迪金斯的保守 稍為看得正面一點 你理解他為什麼這樣做 真的是你悲觀 哈哈哈哈哈哈 鬼不知拿著這幫人 不斷攻擊嗎 可能 敵金斯就是 我連舒博的蝕本門都封了 我簡直是不可以給任何的風險 沒錯 存在 所以 這些拿冠軍的球隊 我也覺得 他們 應該算過了數 是啊 你不要說我一百世界盃 我最記得九百世界盃 真的 那個古華志 一球都沒那麼多 靠防守贏 都是 可能 因為迪金斯也是那隊的隊長 入球有什麼 通常是白蘭斯 杜林 杜林 不會開到四強 所以 迪金斯是那隊法國出來 所以 我也覺得 都是很保守 都是那條牆 都是那條牆 好 大家知道 買冠軍會買 大神的心水 法國冠軍 不是這樣也要炒 你不是連荷蘭都害怕 神經病 想不到一個 其實上架才十六強出局 就是這樣 這個是問題 法國是越強越強 但是越弱 他會贏 就是因為那些人 會領先來輕飄飄 是呀 你以為75分鐘遠射入球 就可以跳舞 3比1 你跳舞 跳舞 跳揪舞的時間 就在你面前傳球 你不追 那場都是輸保守的 輸保守 還有兄弟 兩樣東西都有 都是被人擁爆了 法國那班 特別那班 所謂天才球員 是很容易 飄的 是啊 不過 就看看會不會 因為始終有些經驗的帶著 基沙文也會稱著 還有踢球 級數也不低 還有現在 歐聯 你又贏又贏 我冠軍 又入到四強 那就是 一些比較 堅韌的意識 應該就會在那裡 就是這樣 所以 法國冠冠大宇門 法國冠冠大宇門 大家懂得做 嘖 這樣也能等到 你不是連波蘭也害怕 你不是連奧地利也害怕 波蘭而已 這樣怕嗎 哎呀 波蘭有機會 法國三戰全敗出局 這樣就是 好啦 OK啦 D組都說了 D組都說了 下集E組 剩下兩組而已 沒錯 不經不覺 記住 上一集就在哪裏 我上一集就在嘉莉尼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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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你覺得好男人是難看的 就跟那些相對的 你覺得好男人是難看的 就跟那些相對的 那就行了 你覺得難看是不重要的 那兩條男人 不知道做什麼 幹什麼 雞蛋糕的 分享了嗎 分享了之後 可能會修補了你和趁家的關係 說不定 對 可能中秋節都抬合兵皮月餅給你 對 這些是和平使者 對 那也有 對 所以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正所謂的痴痴線 做齊了 好嗎 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下集時間 有些東西 猶豫 剛好 誠心 有些當idos 有些牌子 對 這個 往前 有些人 算你 不定